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双方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运筹帷幄 各自从不同的身份背景走到如今决战华山之巅 下周20月5日两位候选人谁将走上权力的巅峰 选民们的抉择尤其是来自七个摇摆州的选票将推动命运的巨轮 截止目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已经完成了提前投票 虽然美国总统候选人并没有义务必须参加投票 但投票本身就是一种履行公民责任的象征 候选人们都希望以身作则 向支持者展示自己的诚信和承诺 2020年大选时川普和哈里斯都选择了提前投票 今年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鼓励选民积极参与提前投票 以减少选举日的压力并确保更多人能行使投票权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同属民主党的本届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 日前抵达了摇摆州威斯康星呼吁选民提前投票 另一个摇摆州乔治亚目前已经收到了超过300万份的提前投票 打破了2020年大选时210万份的记录 此外在今年最受关注的宾夕法尼亚州 提前投票过于踊跃而导致票站拥挤 选民们在不堪重负的选举办公室 需要排队等待数小时才能完成投票使命 候选人团队卖力的吆喝 但选举配套硬件和服务如此拉胯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急得跳脚 考虑在宾州巴克斯县提起诉讼 控诉选民的权利被剥夺 选举日在美国其实并不是联邦的法定假日 但在如伊利诺伊 纽约州和马里兰州 是属于周假日 学校放假 政府机构和邮局关门 让民众有充足的时间投票 另外有超过30个州 要求雇主在选举日 为员工提供几个小时的带薪投票时间 比如在加州员工有两小时可以去投票 但这通常适用于选举日 而并不是提前投票 不过随着提前投票的日益普及 越来越多的雇主会提供灵活的带薪时间 允许员工用于提前投票 鼓励积极参与选举 选民投票后选票如何处理呢 美国总统选举是由每个州独立进行 各地的投票站目前使用人工和电脑计票的结合 具体方是因州和选区而异 多数地区都是采用电子扫描机或投票机来读取值值的选票 这样可以加快计票速度并减少人工的失误 部分选区可能使用全人工计票 但通常是作为重点选区或重新计票的备选措施 以确保选票的准确性 而所有的计票结果都会上传到该州的选举数据库中 对于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的处理 各州也并不相同 一些州允许在选举日之前就开始处理和计算提前投票 这样可以加快选举当晚的统计速度 例如在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已经开始计票了 但结果会保密直到选举日结束后才公布 另有许多州在选举日当天才开始处理提前投票 计票通常会在投票站开放后或投票结束后进行 还有少数州要求在选举日结束后才开始计算提前投票的选票 因为这些州允许邮寄选票在选举日之后抵达 只要邮戳是在选举日之前或当天即可 譬如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 既是摇摆重镇又是计票结果最后出炉 预计今年会万众瞩目将总统选举悬面拉满 选情激烈胜负难分 即将到来的选举日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 选择2024下周陪您揭晓谜底 看新总统如何傲视乾坤